一路練習的時候好像做過的瀏覽 在腦袋裡去過一次 去想像一次那個洞會有什麼聲音 就算你去Google去看那個洞的樣子 就算你沒有去過也好 就好像當自己融入了那個環境 大家好,我是Rachel張偉晴 我是一個Pianist 我其實就四歲開始學琴 然後一直都是在香港長大和香港接受教育 在演藝學院讀完Bachelors之後 我就去了Yale School of Music那裡完成那個Master's 之後我就回到香港 一直一直有去不同的地方比賽和演出 做Consert Pianist的生活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是有很多時間放在琴房裡面練習 我是需要練習很多的人 其實每一天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練習 不然現在都是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就是有教學學生 但是這一年半都是留在香港 也有協助演出的 也很開心 也還可以在這個時間有很多Live的表演 但是在這個Pandemic之前 也有很多在外國的傳媒的演出 因為我這幾陣子要做的Performance 我現在練習的都是為了這些Performance練習的 有一個不能說計劃的 不過是有給自己一個方法 甚至是一個時間表 如何練習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會有一些比較突如其來的演出 也挺大型的 我覺得是 這個是需要 日積月累的準備 所以就算沒有演出的時候 比較靜的時候 也要保持練習 去準備自己 一定要保持著 有一套計劃 有控制 一直是 那個能量 都要保持在那個標準 其實我覺得練習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練習的過程 有分開不同的階段 當然是 實際上 或者是 你真的有很多的重複 有些時候 你覺得 你還沒有練習得好 那當然你要想辦法 去找一個解決出來練 然後就 我覺得練習的最基本的就是 重複練習 當然不是很盲目的重複練 當然不是很盲目的重複練 當然是要有一個 有策略 以及要用腦去練 另一件事就是 表現 就是 我會在表演之前的 一個星期或者幾天 我就會 做一個 一邊練習的時候 好像做一個 做一個 在腦裡去 去想像一次 那個腔會有什麼聲音 或者是 就算 你去 搜尋去看 那個腔有什麼樣子 就算你沒有去過也好 就好像 當自己融入了那個環境 當自己聽到冷氣機的聲音 或者聽到觀眾在這裡 有時候會咳 有時候會有些不同的雜聲 或者最主要就是 去想像一下 要彈 那部琴 那個觸碰是怎樣 出來的聲音 我想 如何製作 主要是去想像那種聲音 然後去融入我自己 彈下去的時候 記得 原本 原本 就是原本 可能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手指怎麼用 我看到我鍵 怎麼用 所有事情 好像 再重演一次 這樣 例如 如果演唱片 我從那一早開始 我已經重演 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什麼 然後 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什麼 然後 一路 都會想著 自己 進去 演唱片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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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感覺 甚至乎是 演唱一次自己 緊張 那緊張是會 心跳加重的 那 可能會有時候 會想 自己 自己 自己也會突然就算不是彈,不是那天,幾天之前都已經開始練習心跳加速的感覺 其實也是演唱一次可能是時間,自己走上台的時候 或者你開始彈的時候,你的手會不會冷?就算真的冷的話,那怎麼辦呢? 怎樣可以令自己跟琴的接觸感很接近? 因為我覺得如果緊張的時候,我覺得最大的感覺就是對琴很陌生 好像我在跟琴鬥一樣 我覺得令我最放鬆的時候,或者最融入的時候就是 我自己好像一隻手在進去琴裡面 最好就是在球台那邊有沒有琴給我,一直握著 或者是太遠了,其實我也是需要自己一個人讀書 所以我覺得做音樂師,尤其是 concert pianist 很多時間都是,尤其是在表演之前,就是需要自己一個職位 那如果你覺得你需要練多一點的,或者你需要在某一方面加強一點的,那你就做了 那如果你做得,你覺得是自己最好了,或者你覺得都準備好你需要的東西了,那我覺得就OK了 有時候是,我都沒有什麼怎樣去用任何的,就是用一些特別的方法 我覺得自己很緊張,然後就用這些方法去做自己很緊張 我覺得,如果我是真的緊張的,就接受它 就是一點點的 stage fright,甚至乎是一點點緊張 我覺得反而比你完全覺得沒有東西更好 我覺得完全是,覺得是很平常,好像很日常的生活 我覺得不是,如果你要對音樂有尊重的話 就是你對了國家尊重的話 還有你對自己的表演,是有這一份的信任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責任去做的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